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波 今天买了一个肯德基 什么肯德基呢 匪区中的肯德基 看一下 我 kfc 对这位料子呢 是今天在逛市场的时候 在一个老敏的房间里面 然后在一个角落 我就看到这块料子 我觉得挺奇怪 为什么放角落 我问老敏 你为什么把它放在角落呢 难免说这道路太垮了啊 不值钱了 就一个诺种 色也没劲 我说 我对呀 那我心里面想 但是我没说出来 你看 这有开了窗 这开窗部位发白 说明呢 他以为是垮了 但是我心里面觉得没垮 有东西里面还有东西 咱们拭目以待 现在立马去开窗走 好 开好了啊 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肉质发黑 肉质细腻啊 肉质发黑 肉质细腻 到达了一个诺宾的中水 这就是我200块钱在角落里买的肯德基 是吧 现在已经属于涨了 市场价去沽的话 现在连值3到5万元之间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呢 不是每一块斐属原石都能开得涨 我们需要用专业的角度 专业的眼光去分析他整个的皮壳的一个走向 以及他的一些 具体的情况 需要用专业的角度去看他 如果你也想玩斐属原石 但是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持续关注我 每天晚上8点 我在直播间 会跟大家分享斐属原石的经验 记得点关注哦